现在我又在上班了 今天老板在财务群里面公布 10号左右我们就放假了 我看到这条信息超开心的 总感觉上了一年的班 然后终于解放的那种感觉 终于从老里出来的感觉 长假嘛就可以长时间休息一下 睡都就是每天早上睡也睡不好那种 然后等放假我就一定要睡觉睡到自然醒的那种 因为上班就到那个点就一定要起来了 我的那种我的话不会睡很晚 但是起码自然醒一定在8点到9点这样子吧 不知道有些人的话可能会更晚一点 我的几乎在8点多这样子算自然醒 但是我每天都要7点多就起床了 有洗漱啊什么准备去上班什么的 每天都不能自然醒超累超累超累的 然后这个消息我也没告诉我 还没有告诉我爸妈 我在想要不要告诉他 还是说放假就直接回去 还是说在这上面待多两天再回去 因为回去我想就感觉会遇到一些 人家就会就是一回去嘛 过年就很多人都会问啊什么什么的 就觉得要不要迟两天再回去 但是我又想回家说实话